世界衛生組織 馬總統執政 我們就被我們這樣 我們要問 問什麼兩個組織 雖然台澎金馬我們不能 也不滿意 可是至少人家不會在下面寫一個 中國台灣省 我們內部都稱中國台灣省 給他們文件才說什麼 台澎金馬 今天WHA WHO發生這樣的事情 弘議 外交部那個文件 其實他應該講更白一點 這個不是我們同意的嗎 給你那張WHA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是用來幹什麼用的 可能當時協商好說 我還是給你一封信 你回去可以騙那個2300萬人 拿出來給他們看說 你們是用中華台北 可是我們私底下大家都知道 你是誰 是中國台灣省 弘議 一個執政者最可惡的地方 所謂出賣叛國是什麼 去跟外面談好了 然後可是你們還是要給我一封信 這封信幹來做什麼用 我用來選舉的時候 騙這些台灣人用的 同樣我選舉的時候說 2300萬人決定 你不要相信 因為我選後 絕對不會做這個事 弘議 這叫叛國 今天外交部 衛生署 新聞局都說 這文件早就掌握好 真的會反應嗎 今天沒有管病這樣講 會反應嗎 而且真的會抗議嗎 我還是一句話講 這不是別人怎麼認定我 是別人家是不是 我們今天受邀去參加 如果人家認定我們是中國台灣省 作為中華民國外交部 是不能去參加的 是作為中華民國代表 是不能去參加的 今天我覺得 今年大會是絕對不能去參加 今天我覺得民黨應該給滿久的壓力 是說 如果這個事情 WTO沒改 不是 WHO沒改 你是不能去參加的 那 薛老師 你是政治學教授 這一定要用叛國罪處理 弘議 我覺得這裡面一定有秘密外交 這裡面一定有很多文件 像美國來的那封信 在外交部當作秘件 我覺得民黨執政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要去查 當時有沒有去簽一些有的沒有的 去同意說 中國台灣省 然後你寫一封信來 我用中華台北來騙這2300萬的台灣人 是 危機解密 在裡面說到這段故事的時候 他比較客氣 他是說這是廣義的認知一個中國 但是他沒說 這是算導航 台灣已經投降中國了 應該是這樣在說 他說那邊美國報告 現在美國也已經知道 你台灣自己政府的成人這樣 但是這項問題 我認為除了少少內外外發 你監察院如果再不去調查 是不是哪有一個公務人員去簽這種問題 你又去監察院 當然 我們現在是說這樣 如果他政黨的問題有辦法調查 沒辦法調查 這是一個案的 民政黨很正 但是我觀念會很調查 剛才剛才你問一件事 如果如果要成人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後面總統那時候就去做就好了 我跟你說 調查就是如果後面那時候去成人 這樣 現在旁邊不是只有這個案子的那些 不就是內亂外犯罪 在用心頭 犯國罪 你要做事嗎 這就是馬英九做得出來 是 馬英九做得去欺騙台灣 如果一定有這個沒關係 大家都是認識 他不用藏密件 他看大家都知道 他也知道這件事情 不可以公開 如果說今年 二年的總統大選 馬英九做政權主軸 當然沒道義 台灣鄉前嚇 台灣一定贏 大家來做一個選舉 說你甘願要這樣嗎 是 再看一個新聞 今天發生的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台北的花博開閉幕之後 台北市政府去編列了960萬 去參展西安的 世界 世界明媛博覽會 世界明媛博覽會 好像是 這樣 結果你知道 西安的世界明媛的 主辦單位 竟然把台北的花博稱為 中國台北花博 你講他 好市長說什麼 好市長回應 如果屬實 會要求 四元主辦單位 立即更正 我想請問 你花了快一千萬 人家在網站上稱呼 你叫中國台北 你不知道 今天要高嘉宇議員來說 人家這樣子糟蹋你 你才說我要要求更正 我要問的是說 這是不是他們一管 已經是他們的政策了 馬總統 他們政府的政策 來 鳳宇這個 郝龍斌的想法跟馬英九 還有今天這個外交部 被揭穿了才說要抗議 外交部的處長和新聞局長一樣 將抗議 什麼叫將抗議 大家想看看 今天如果說聯合國底下有一個組織 他有一個文件這樣寫到說 大韓民國平壤勢 你覺得北韓會不會用核子武器去打南韓 去打美國 或是寫到說 這個朝鮮人民共和國的首爾式 變成首爾式北韓的一部分 你覺得南韓會不會跳腳 世界上領好一個主權國家 有一件事是不能讓步 就是國家的主權 是一步都不能讓的 你只要讓了一步之後 人家想說 我幫你摸一下 你又沒辦法了 第二摸沒關係 我就用腳沾 用腳沾你又沒辦法 肚子就倒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道理很簡單 今天你要抗議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如果今天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態度 我只收到 我只知道這個密件 WHA的密件 馬上第二天就去抗議了 不要等到廣畢林揭發 開國際記者會抗議 然後把這個 我們的衛生署長特使 說你不要去了 你今天是因為 叫廣畢林拿出來 廣畢林拿出來 他進步這個 面子拉不下 拉不下臉 只好說好啊 我們會去抗議 那他最後有沒有去抗議 你知道我知道嗎 我們不會知道的 是 但是不然來說 要秘密外交也不是不行 國際間有很多秘密外交 但是秘密外交主要的宗旨 是要說鞏固國家的利益 那我說一個秘密外交 是要怎麼樣 出賣國家的主權 我們這次 如果說這個密約 是什麼秘密外交 什麼談妥了 我覺得馬政府 要面臨最嚴厲的 這種所謂政治道德的譴責 至於法律問題 那個當然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我要強調 你今天外交不甘不失職 九月份就收到那個東西 蔡大哥 我今天外交部長 我說九月份 什麼 我們國家的主權 我們要用出賣 立刻馬上抗議 因為很簡單 你在國際公法上 你不抗議 莫不出聲 莫不吭聲 就代表你默認 人家你站 你不抗議就表示 你承認你就是他的 什麼 凡屬國 我們現在外交不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奇怪 不方便說什麼 不方便說什麼 人家你站到這樣 你不方便說什麼 那就表示你是中國的凡屬國 另外我說 今天這樣的一個問題 衛生署其實不用講話 新聞局也不用講話 這個事情我坦白講 非要到總統府的階層 因為這 直接牽涉到國家主權 我記得以前 前任總統府的發言人羅志強 那種雞毛蒜皮的小事 噢 馬上第一線 火線都站上來 結果面對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看我們今天 總統府發言人 那樣的回答 像是一個 國家總統級的規格嗎 你有提醒大家 過去我們 像參加雅營 我們在雅營 雅營那個 那個鄭大哥你有去採訪 雅營那時候國安 他也是覺得中華台北 他覺得 他覺得不滿意 於是乎 他手插著 他手插著 楊尚昆 國家主席 在人民大會堂 是 手衣的國歌他站起來 對 他是暴凶的 暴凶 他沒聲音 還放一個說 我在抗議中的牌子 under protest 國際社會就看得到說 你不接受 不管說現實環境怎麼樣 至少你有出聲 但是我們台灣不是 不但默默接受 不但全部接受 連我們的外交部都說 那是人家內部的事情 我們的事情 變成人家內部的事情 是 許老師 這事情對選舉影響有嗎 侯議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突破 戳破馬英九的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 他覺得台灣主權在世界上沒有受損 這個是很明顯的受損 第二個 這只是冰山的一角 你以為這個東西沒有很嚴密的磋商過 會有這個結果說 我們那一部說你中國台灣省 然後我們用這個密件在處理 嚴密防範 然後我給你的文叫中華台北 可是只有一封信 然後你去又騙你的 侯議 這沒有談過好幾次 會沉案嗎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事情如果慢慢浮現出來 如果有更多的密件 而且更多秘密的安排浮現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馬英九過去在做什麼事 我們講 總統雖然不受什麼起訴 可是內亂外患 侯議 內亂外患沒有豁免權 他就算是總統的身分 內亂外患也是可以辦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 不會就此罷休 選舉的時候 搞不好有更多人 會去質疑馬英九 你不要再講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現在 只是變成遮羞部而已 是 等一下我們先開放給大家 來先休息進廣告